使用者在輸入的時候更加的明確 而且比較不容易發生問題 將來你不用再花時間去檢查使用者是否輸入錯誤的話 那並且呢把什麼呢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 比如說我今天填了幾筆資料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幫我放到 這個比如說資料的最末一列 然後呢自動填完之後幫我產生 這個跟這個 或者甚至其他的資料也可以順便 自動產生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第一個切到Visual Basic 我剛剛講的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把它縮小一下下的我習慣是 把那個Visual Basic浮動在上面這樣看會比較知道說你下一步要做什麼 再來的話就是利用什麼利用按右鍵 插入一個自訂表單的功能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自訂表單他就會自動給你一個 類似 一個一個平台吧這個平台就是你可以浮在上面 那上面你可以增加一些按鈕 或者增加一些讓使用者能夠填寫的一個 一個相關的東西 那你要能夠把這些東西加上去的話 你點選這個 表單的時候呢上面應該理論上會有工具箱會浮動出來 那這個工具箱裡面包含就是說你要做 標籤或者是讓人家輸入的話你可以用文字方塊 或者是說你用下拉清單你可以用什麼這個這個下拉清單 等等的 所以你還可以放圖了 那以我們這一題來看的話我們假設需要做出來類似像這樣子 比如說 我們要做的是一個成績系統的輸入 OK 所以第一個的話 理論上我們的表單呢 他的做法通常是 先把外面的東西做完之後 再 往裡面 裡面 裡面的部分的話大概就是有像 前面這些 那前面這四個 姓名意思 面試考 這個叫標籤 叫label 那這個標籤主要的用途呢 只是 讓使用者知道說 他後面的東西要做什麼 後面還接著什麼文字方塊 再加一個按鈕 那他的功用很簡單 就是當我按下這個新增的時候呢 前提是前面你必須要先輸入資料 輸入完之後自動把結果放到Excel裡面 OK 放哪個位置呢 放在最下面的列 OK 那怎麼做 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由外到內 由先把外面先處理完 然後呢 在由左到右 分別把這個部分完成 那我們一 先插入一個制定表單 二的話呢 請各位記得呢 把這個表單 這個表單點一下 下方理論上應該是 會有一個屬性 那這個屬性 其實就決定這個表單 他應該 的一個相關的狀態 包含就是說 第一個 我習慣會把這個 Name 改成home OK 把它改成home 那當然你這個 名稱改不改 其實不是那麼絕對必要的啦 不過如果你不改的話 你的名稱就 User Phone 1 那如果改了 Enter之後的話 那這個表單的名稱就叫home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他 左上角的名稱 現在顯示是 User Phone 1 如果你要顯示成什麼成績系統的話 請各位記得 在屬性裡面呢 你可以找一下 這個屬性視窗裡面的 有一個名稱叫caption 請你把這個caption 其實caption就是 他左上角這個名稱 把caption改成叫成績系統 所以這邊我把這個 名稱改一下 成績 系統 Enter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如果把他按Enter之後的話呢 他的左上角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會有一個成績系統 出來了 OK 所以我剛剛改了 1 Name 2 caption 那3的話呢 如果底色 我們現在的底色是什麼顏色呢 玉色是灰色啦 可是如果我希望不要是灰的 我希望這個底色 幫我改成 綠色好了 假設啦 不過 將來如果你不喜歡綠色 你可以改其他顏色 沒關係 那在這一個 這個 表單的那個屬性裡面呢 會有一個叫back color 他的背景顏色 你請你把 這個back color的這個箭頭 點擊下 有個調色盤 調色盤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讓你調顏色 那請你選擇那個 淺綠色的一個 點他一下 OK 好 有沒有發現 他的背景就改了 所以基本上 我剛剛的做法 第一個就是 插入一個 按右鍵插入一個 自訂表單 再改了 這個 再改 caption 另外呢 把他的back color 就是 他的背景顏色 改了 所以其實做了 有四個動作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希望呢 在這個 表單上面的 分別放什麼 放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怎麼放 理論上呢 一 一樣點擊 其實點這個 比如點這個表單一下 工具箱理論上 應該會浮動出現 不過之前有同學有遇過就是 點了表單 奇怪怎麼那個工具箱沒出來 沒出來沒關係 這邊不是有工具箱 你再點他一下 他就出來了 OK有的時候有同學不小心把他關掉 那你沒關係點他一下 他又再出來 OK好 那再來的話我希望呢 加上那個標籤 那標籤就是大A 所以把大A點一下 拖拉一下 OK大小的話你自己決定一下 大概就可以了 那第一個的話我希望在上面 他預設的名稱是 Label1 那請你把上面名稱 改成 Caption有沒有 請你把Caption這個部分改成姓名 那再來的話呢 字太小 OK 那你可以把字的縫成 這邊有個屬性 點擊 旁邊有個很小的按鈕 這個之前同學容易比較容易找不到 就在這裡 那把這個字的大小呢 大概放大一下 那多大多小你大概自己可以決定 大概14號 或者是16等等的 比對一下 大概16 再大一點 如果不夠大的話你可以再把它點擊一下 大概16好了 再來的話呢 把這個高度稍微調一下 調小一點點 並且 背景顏色的話呢 back color 把它改一下 也許改成灰色或其他顏色 類似像這樣 我是改這個 一樣是back color 改這個顏色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會顯示姓名 那改完一個之後的話 當然接下來就第2個第3個 有沒有 答案 答案考核 一直到面試考核 不過如果你要 再拉一個 再拉一個 這樣 太花時間了 我是建議 有一個 技巧 就是你乾脆做好一個 當樣板 然後把它複製貼上 不過複製貼上 一般是Ctrl C Ctrl V 不過還要比Ctrl C Ctrl V更快的 就是什麼 按Ctrl鍵 拖拉 一個 兩個 三個 這樣不就有 而且 你按Ctrl鍵 他就複製貼上 的意思 Ctrl鍵拖拉 他又一個 那你就把這上面名稱 改一下名稱 比如說 答案考核 你就把這個答案考核 這幾個字 拖拉一下 複製然後貼到他的 Caption的一個屬性 答案考核就OK了 分別把這個一個 兩個三個也分別把它改一下 當然有一種狀況 比如說你按Ctrl鍵拖拉 你可能Y7扭8 其實這個假設你 複製沒有像我在這麼精確的話 沒關係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把它 選起來 上面會有一個格式 格式裡面有個對齊有沒有 對齊有點像 第一個 你選的時候第一個一定是白色 所以你從上往下選 第一個就叫主控項 有沒有發現他的端點是白的 其他都黑的 那主控項有點像那個小學生排隊 他就是排頭 排頭為準 有沒有 向哪裡呢 向左看齊 有沒有 對齊 向左看齊 你會發現他就 整個全部都對齊了 再來的話 他的間距 好像上下的間距不一樣 對不對 格式裡面也會有個什麼 應該什麼 垂直間距有沒有 把它設為什麼 相等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樣子很快的話就做出我們要 其他也是這樣 再來旁邊要讓使用者輸入嘛 所以用文字方塊 拖拉一個 如果大小 你自己再調一下吧 以這個 以這個當基準 然後按Ctrl鍵 再拉一下 兩個 三個 四個 如果沒有排整齊 你再把它拉一下 格式 對齊 左圓 然後 垂直間距設為相等 他就設相等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多一個按鈕按鈕按鈕的話是這個 叫做命令按鈕 記得不要選出 因為同學都亂拉 看起來很一樣 命令按鈕就是一個button 按鈕按下去 所以命令按鈕按下去 然後拖拉一下 如果寬度不夠 你可以把這個再拉一下 那也許呢 我這個名稱把它取成叫新增 變成紅色 新增的話呢 一樣 Caption 這邊有Caption 把它改成新增 Enter 字太小的話一樣 Fone有沒有 旁邊這邊點一下 16 那字的顏色就是底下的Fore Color Fore Color就是前景顏色把它改成調色盤 改成紅色的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表單就做完了 不過我這邊這兩個名稱大家等一下 自己再改一下 改完之後如果說你想要看一下 這個將來秀在那個Excel裡面的大概的情形的話 上面有個執行 執行一下 它就跳出來了 那當然我們希望將來就可以輸入一些資料 有沒有 然後輸入成績 讓它輸入成績 輸入成績之後 按個新增有沒有 自動幫我把資料新增到這邊來 然後並且幫我算出這些後面的東西 這樣的話呢 就是我們表單基本上要做的事 其實就是 達到一個輸入 比較能夠自動化 而且在輸入的 同時也去檢查它的資料 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不正確就不能輸入 要能夠跳出訊息 跟它講說 你有哪些地方有錯誤 OK 那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因為這個表單 其實我覺得 非常好用 在Excel VBA Excel裡面如果會用表單 其實 延伸性的 功能你會建立 OK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